与辉同行粉丝近千万 卖断货去停播一天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介绍好吗 与辉同行直播第三天 又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是官宣了 在昨晚播完之后 今天与辉同行要停播一天 为什么要停播呢 因为卖断货了 他们需要去上货 在我看来 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 可能也是要给隔壁的 他们同公司的直播间 一个喘息的机会 因为隔壁有货 但是卖不出去多少 他黄金时间 大概只有一两万人在线 与辉这边黄金时间 最高在线一百多万人 平均七八十万人 东西卖的七七八八都买没了 所以与辉这边要停播一天 与辉今天脱堂了半个小时 为什么脱堂呢 因为他讲书又讲嗨了 每次与辉一讲书 他就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境界 他今天讲的是许元冲 翻译的王维的诗集 许元冲是翻译大家 所以他说起许元冲来 就滔滔不绝 包括说起圣堂的这些堂诗 有一个例子 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这个许元冲翻译 不爱红妆爱武装这句诗 当然这不是唐诗了 这句诗怎么翻译 能做到信达雅 能做到非常的贴切 他说许元冲翻译的是 Do not powder the face Face the powder powder什么意思 就粉面粉 然后black powder 是黑火药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 女孩子们 你们不要往脸上涂粉 你们应该面对枪泡和火药 不爱红妆爱武装 太神奇了 然后与辉可能从这开始 越说越兴奋 说起唐诗来 更是滔滔不绝 大漠孤颜值 长河落日远 无边落幕 潇潇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一段接一段 越说越兴奋 每当他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 他读的每一本书 都没有白费 都在他的身体里 然后慢慢的往外荡漾 这种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个发光体 所以把关注也都听海了 所以脱堂就脱堂 与辉同行业大 大家买着东西 听着课 上课都很认真 今天还有一个大事 就是与辉同行已经接近了1000万粉丝 之前我就说过 开播之前能到400万 然后这个账号 大家不用着急 肯定是千万级别 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么快 开播第三天 已经993万了 994万了 现在 应该在今天 最晚在明天开播 就会到1000万 速度如此之快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我觉得与辉同行这个账号拨下去最多一个月 基本上就会和东方真选会和交个朋友这样的直播间相提并论了 甚至销量会更大 东方真选那边今天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他举报了很多与辉的丈母娘发的与辉的切片 说这些丈母娘用这些与辉视频的切片 是侵犯了与辉的肖像权 这个就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与辉的肖像权现在等于不在与辉的手里 在东方真选的手里东方真选去举报这些 丈母娘们使用与辉的肖像权 帮与辉去推广与辉同行和与辉个人的账号 这个逻辑好像挺混乱的 我没搞明白 反正这事怪怪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东方真选的官方会去做这些事情 背后是谁在搞鬼 我也不想评论 反正听的觉得这事就好像挺无聊的 你那边又可以卖自营品 你那边货源又充足 你那边又有了黄金时间 你卖不上去到底想想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以前让你们产生了幻觉 有东与辉在那的时候 好像觉得每个人都很能卖 东与辉下去了 你跟上来卖 你还能卖很多 对不起 那是东与辉的流量 就像我的直播间 东与辉下播 我这直播间来很多丈母娘 大家也会买点东西 我这就是吃了东与辉的流量 我不会认为这是我能带来这么多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脑子清楚一点 到底是谁带来的流量 给你带来的销量 那东与辉一走 两个赛道分开一跑 什么事情都明了了 之前我就说过 试骡子试马拉出来溜溜 分开两 大家分开来卖 别掺在一锅 分不出来到底是谁沾了谁的锅 要知道 大家以前在东方甄选 其他的主播那买东西 那叫爱屋及乌 现在东与辉到这边来了 其他主播的销量自然要下降 现在与辉同行这边的新主播 也会尝到东与辉带来的流量红利 希望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虽然你们才华横溢 但是你们要认清一个事实 就是有些流量并不是你自己带来的 这个流量来了要接住 但是一定要内心清醒 现在可以看出来 东方甄选和与辉同行 这两个直播间流量担当都是东与辉 东与辉现在可以说是互联网 首屈一指的个人IP之一了 那东与辉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个人的粉丝数 已经突破了2400万 这是从之前的小作文事件到现在 那时候东与辉是1200多万粉丝 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东与辉粉丝几乎翻翻 这就是破圈效应 东与辉以前在自己的粉丝群体里面 非常的受欢迎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 经过这次事件 东与辉个人的粉丝量暴涨 现在他成了一个几乎无人不知的社会现象 他成了一个几乎无人不晓的知名主播 虽然与辉同行刚刚上路 但是看现在的形势 各方面真的是在积极的向好 今天直播间装修也改了改 桌布撤掉了 与辉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擦桌子了 之前有桌布 他擦桌子擦不了 让他非常的抓狂 这毛病跟我有点像 老想手里拿个什么东西擦桌子 很多老师都有这个习惯 要么擦擦桌子 摆弄摆弄教具 擦擦黑板 给自己的嗓子缓一缓 让自己的脑子捋一捋思绪 都是习惯性动作 你不让人老师擦桌子 他很别扭 所以这一个晚上 你别看就几个小时的时间 又发生了很多的事件 围绕着与辉同行 围绕着东与辉 这场大戏还在继续唱下去 作为一个认认真真蹭热度的主播 我要继续把我的工作做好 感谢各位丈母娘对与辉的支持 也感谢各位丈母娘 能够顺便的关注我和支持我 估计过不了多久 与辉同行就会突破千万粉丝大关 就像之前我也说过 你不用在乎 东与辉的个人账号 是不是跟着他走 也不用在乎与辉同行 粉丝数会不会能涨上来 只要东与辉在那 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所以你即使那些账号 不跟着他走 东与辉再重新开一个账户 只要出镜的还是他 那个账户很快会变成千万级别 甚至两千万级别的账户 这就是个人IP的力量 所以估计现在 整个的新东方集团 东方甄选公司 都对东与辉的商业价值 都会对公司的重要性 有了重新的深刻的人士 也希望有些人 不要在心胸如此狭隘 你要知道谁是大小猫 你要知道怎么做到合作共赢 给别人足够的尊重 不要再搞其他的事情了 好好敬意你的东方甄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